记者潜力中台北报道,潜力为罗浮柱,75岁,因涉及炒股等多案,6年前遭最高法院判刑4年定验后,弃保潜逃中国。 根据周刊报道,罗浮柱潜逃中国后,连名改姓为附柱,取其本名辅助的谐音,且在中国经商有成。 对此,台北地检署金表示,无法确定周刊报道内容是否为真,但仍呼吁罗浮柱,谨速反国面对司法。 罗浮柱担任大姓证券董事长期间,因涉炒股及透过人头逃税,不法获利3800多万元。 他令涉未造土地登记等文件,侵吞他人位于基隆市七堵区,市值上一元的100笔土地。 2012年3月被最高法院判刑4年,并可罚金600万元定验。 最高法院判决确定当晚,罗浮柱曾发表声明,称上未收到判决书,但对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深感遗憾。 之后人会极力寻求其他法律救济,提起非常上诉及再审。 原因于2012年4月24日向北浅执行科报道发监执行的罗浮柱,近于最高法院判决定验的隔天,及汽宝潜逃中国。 发监日当天,北浅共开出22张鞠票,仍找不到罗浮柱的下落,只好对他发布通气。 北浅表示,罗浮柱被北浅发布通气的时效将于2031年前后消灭。